为了你壮荡扶摇,悲伤又壮荡,网友,小爽一人战加糖。 为了你壮荡扶摇,悲伤又壮荡,网友,小爽一人战加糖。 郑爽两部新剧分别壮荡杨幂新剧和迪丽热巴新剧,真是祸不单行。 郑爽的《为了你和杨幂的扶摇》在6月18号同时播出,既然是同时播出,就难免有了比较,一个是网剧全集上映,一个是周波加网剧孩子电视台播放,自然会有差距。 而为了你因为剧情的缘故,不会有太大的反响,但是也不会像其他的网剧,收视率迅速下跌,它应该是属于后期的爆发。 而扶摇是由杨幂主演,还有阮京天的加盟,宣传力度也非常广,所以观众们的呼声很高,上映仅仅三小时播放量就已经破亿了,但世人红是非多,一部聚会了是非也就出来了,被爆出各种抄袭,口碑也是大幅度的下滑。 而在6月25号,郑爽主演的《悲伤逆流》《成河》也要上映,这次的搭档是马天宇,两人的CP感可以说是最强的,也是观众们最喜欢的一对。 而且郑爽的演技不用多说,马天宇的颜值就能吸引到无数的人,而且还演技在线,所以这部剧我想到时候一定很热播的。 迪丽热巴主演的《一千零一夜》也是6月25号播出,而且同样是在湖南才播出,只不过时间是和《悲伤逆流》《成河错开》,两部剧都是由当红小花蛋主演,而男主方面都是有一定人气的男性,所以到时候也会一脚高下了。 然后就有网友调侃了,小爽这是要孤身艺人挑战家行,养你的工作室,旗下艺人就有迪丽热巴,嘛。最后,你会选择支持谁?欢迎留言。 和熊手放低级错误,这话令嘉宾尴尬,嘉宾高情商化解。 和熊手放低级错误,无意讲出这话令嘉宾尴尬,嘉宾高情商化解。 庄难是娱乐圈女性最擅长的东西了,其实也不能说是娱乐圈吧,只要是有点年纪的女性,一般情况下就不会透露出来自己的真实年龄。 这次的鬼鬼参加综艺就是这样的,鬼鬼这次参加了最新一期的向往的生活,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综艺感呢? 鬼鬼今天已经也有29岁了,在向往的生活中年龄是卡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,因为比何炯和黄磊都要小,但是比那些小鲜肉就要大很多了,并且何炯和鬼鬼的关系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好。 何炯非常的喜欢的喜欢教鬼鬼为宝宝,而鬼鬼则是非常的开心,何炯又快速的跑过去给了鬼鬼一个大大的拥抱,这个季节就能看出来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不错,这次的嘉宾因为来的有点早,所以何炯只能先给大家准备一些素容早餐先凑合着吃,嘉宾们也是吃得不易了不? 每次只要来新年了,何炯都能表现得像一个家长一般,而这些新来的嘉宾就像是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般,鬼鬼估计是很久都没有看见何炯了,一直都在跟何炯开玩笑,还特别的呆萌的让何老师给他开早餐,这个时候何炯就说照顾好你这个比你大十几岁的妹妹。 这番话算是触碰到了鬼鬼的底线了,这个年龄的对比让大家心里一凉,以为有大事要发生了,谁知道鬼鬼之说,心智没有就行,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透露出来了鬼鬼的高情商啊。 不得不说鬼鬼的综艺感真的是超级的强,随机应变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。 大家喜欢鬼鬼吗?是不是觉得鬼鬼特别的呆萌呢?